打我呀 有种打我呀 你怎么不打我呢 在某种意义上 如果我想变成人渣 我比大家都有这种 独天得火的条件 因为我研究张山很多脸 恩心隐藏着整个世界的败坏 如果我真的想犯罪 我一定可以实施完美犯罪 我可以让你抓不着 即便你抓着 我也不够着犯罪 前段时间 居然有个同学问我 我单场崩溃的 他说如果熊猫咬你 快咬死了 能不能进行紧急避险 我说熊猫是什么呀 熊猫是畜生啊 让人跟畜生那个更重要啊 熊猫是国宝 那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人 那不过是个宝贝吧 我们是无价之宝 人永远高于冻 我二十天没吃饭 我快饿死了 看到一只熊猫 能不能吃 当然可以吃 烧着吃 烤着吃都可以 如果没衣服穿 快冻死了 把熊猫皮剥下来 穿在身上 这个叫什么 紧急避险 当然 我说的是危险状况 二十天没吃没喝 下雪 我就穿着一件短袖 我快冻死了呀 那见熊猫杀熊猫 见东北虎杀东北虎 见金狮猴吃金狮猴 一天吃一只 客观上 的确符合 故意杀害 真威野生动物 但这属于违法主持 1996年出过一道 很有趣的题目 说有一个女的 放狗咬你 你打不赢这个狗 你把这个女的 咬了一口 这叫个震荡方 当然叫了 情贼 先情亡 我同时跟八个女的 结婚 但是就是不领证 而且同天半婚 各位觉得我够不过 不告急 我就是让你们羡慕 我跟大家说 好多罪名 我都不知道 因为那天 有人问我一个案件 说一个喜遇中心 打了两口井 不用自来水 不用市政用水 自己狮子挖了两口井 偷水 问定什么罪 大家觉得定什么罪 定什么罪 定啥罪 后来罪名我崩溃了 叫非法采矿罪 水是不是矿 你喝的什么水 矿泉水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